近期郑州银一动物王国的白虎妈妈 静静顺利产下了白虎六胞胎 迅速在网络走红 在五一假期来临之际 小心提前探访这一热门打卡地 即将开启一场凶猛之旅 小狼狐你叫什么名字呀 好可爱呀妈妈 我叫你叫小狼狐 眼前这六只猛虎宝宝 圆圆的脑袋上顶着一对毛茸茸的三角形耳朵 白色的毛发间夹杂着黑色的条纹 圆溜溜的大眼睛精忠有神 粉色的鼻子和爪子更是增添了一份可爱 在今年三线底的时候 我们的英雄母亲静静淡下了六只小白虎 为了缓解母虎的压力 然后我们采取了人工育幼的方式 然后由我们的保育员充当起她的虎爸虎妈 对她进行无微不至的关照 现在目前小虎宝宝已经肉眼可见的生长 现在在我们的银鸡动物王国的保育中心 可以和游客见面 据了解孟加拉虎是中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 通常一次生产一至四只虎宝宝 孟加拉白虎是孟加拉虎遗传基因突变产生的个体 因数量稀少而极为珍贵 通体纯白的血虎 则是白虎基因进一步变异的结果 出生概率为十万分之一 小新树里发现近年来 江苏南通动物园内的白虎曾诞下三胞胎虎宝宝 其中一只为白虎 两只为珍稀的雪虎 在山东荣城也曾有四胞胎虎宝宝诞生 其中雪虎一只白虎三只 从数量上而言 也印证了河南郑州六胞胎白虎的罕见 目前小新了解到 六只小白虎已按周一周二周三周四周五周末取名 小新想说的是 随着时间的推移 小虎们终将会长成大白虎 假期如果你有计划 那就赶紧来开启读书你们的休猛之旅吧 哦 休户 小虎的状态现在十分的健康 在刚猪生的时候 每平均两个小时都要喂食 给它喂哪一次 现在可以拉长到四个小时左右 但是现在每天也是跟小宝宝一样 吃了睡一睡了吃 过得比较惬意 那像你们怎么区分他们六个人呢 能分清楚吗 我们的保育员是可以分清楚的 因为每个老虎的花纹 它们是不一致的 其实在仔细的观察 它们是有一定的区别的 包括我们的这个每一个小虎 都有它的相关的一个介绍 它的区别和特征 五一驾心 欢迎游客们来观看我们的小白虎宝宝 我们在观看的同时 注意不要大声喧哗 不要拍打玻璃 不要敬让到我们的小虎宝宝